有很久以前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这里有人听没台语的吗 国语那个不是华语听得懂吗 还是我用华语 华音 发音 华语的杀语吗 这样大部分都听有华语 因为这里有原住民同胞 所以没有关系 我用华语来讲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这里见面 那因为在还没开始唱歌之前 我希望说我们这节课是要把台湾的歌曲 把它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在二十几年前 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 我也曾经到过布农组的部落 是在罗纳的信义乡 不是 是信义乡的罗纳 那个全部都是布农组 那为什么会去那个地方 是因为 我爸爸跟人家有金钱的关系 然后 钱借给他 然后倒掉 他把一块山坡地就给了我们 叫我们去那边耕作 然后就抱着非常讨厌的心情 到那边去 看到 哦 这个名字连听都没有听过 叫做罗纳 而且刚到的地方叫做久美 很久的美丽 说怎么有心情这么不好 他们取出来的名字 为什么都这么好听 叫做久美 然后再过去就叫罗纳 然后到达目的地 我才一看说 哇 这些草 可能要拔一年都拔不完 要种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然后看到就很生气 我就感觉那个心情非常的 不是很高兴 然后就开始和我爸爸一起去 去那个当地的罗纳村里面去拜访 说我们明天要请工人来拔草 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们 原住民同胞都很热情就说 好啊没有问题啊 这个可以啊 好啊就好 说那我们明天几点要去拔草 结果他说早一点好啊 因为早一点好才不会那么热 结果我们说好 那干脆早晨六点好了 他还说好哦 比较不会热 结果我们五点钟 因为到那个部落里面 七点就全部都没有电视可以看 也没有什么活动 整条街都很暗 也没有灯光 不过星星很多 在那种情形之下 第一天晚上就过去了 好就赶快七点多就睡觉了 很自然哦 四点就醒来了 因为睡太久了 因为在平常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好像很少这样子的过程 不过在那个时候醒来之后就想说好就可以开始工作 我们六点有人要来帮我们忙 原住民朋友要来帮我们拔草 结果等了六点七点八点九点十点都没有来 我说奇怪他们在做什么 他就说哇十点太阳很大了哦 我们就说好休息休息 然后就到他的部落里面去找他们说 哇看到他们正在门口前面正在喝他们那个小米酒 然后还很高兴在那边唱歌 我们就很不高兴说奇怪大家讲好了为什么你们没有过来 他就跟我说你不知道啊我出门的时候啊压掉一条蛇啊 我说压到蛇就蛇为什么不能来 我们祖先说压到蛇不能出门啊 我说这样子哦 然后第一天就被这种事情很生气 我们就很生气的要离开了 他还跟你讲一句很好笑的话 他说我们开车子过去哦 那个蛇被我们压成money的符号 往后看被我们压成一个money的符号 就是蛇是S型车子这样压过去 刚好变成money就是钱的那个符号 他说他们压得好漂亮哦 你要不要去看啊 我说 当然那时候心情很不好啊 你还有心情讲这种笑话 哇很不高兴 但是但是 过了没多久 到他们晚上我才觉得他们真正快乐的地方 就是唱歌 哦那个唱歌哦 可以从这个山头唱到这一边 都不用麦克风 都可以唱得很好听 所以我第一次被吸引的 就是那个地方的他们的歌声 而且不管是小孩子大人朋友 大家都在唱 而且好像唱得非常快乐 好像哦一生当中他们唱歌最快乐 然后我就走走走走到他们的那个罗纳街道 奇怪为什么家家户户都在弹吉他都在唱歌 然后才知道说因为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只有唱歌跟跳舞 是他们最好的娱乐 而且他们那个歌声不是说随便这样唱 是很美的和声 我才第一次听到 哇原来这里有这么好听的歌声 然后渐渐跟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 听他们在讲话 有时候你如果不明白的人 他会跟你讲说 你可能会不能体会他的意思 但是 我很有耐心去问到一位大概86岁的一位老奶奶 我说阿嬷 阿嬷你的歌声怎么这么好听 他不理你 我接着就说 你这个歌声怎么练习的 他也说 他也不理你 我说阿嬷你这个歌声 是天生的吗 他只跟你讲说 你能不能教我怎么唱 那个歌声才会更好 结果听他的回答 他冷冷的一句说 你要吗 我说好啊好啊 你教我怎么唱 他说很简单啊 为什么 你明天清晨五点 起来 跟我到山上去 然后拿一支棍子 然后就乱播乱播 如果说打到那个台湾黑熊 就要赶快跑 一边跑一边喊救命 这样几次之后 你的歌声就会非常好 他们的回答逻辑非常不错 说你只要常常被黑熊追了几次之后 你的歌声就会很好 我才发现说 台湾有这么好的地方 为什么 我们都没有去把它保护好 所以越来越长大 我才发现了 回到乡下 我才看到我们的邻居 他们在唱的那个卡拉OK 还是说他们在唱的歌声 听起来就觉得 这个歌声听起来很很刺耳 因为为什么他第一天唱的 像我们邻居 每天都在唱一首歌 叫做 母路 母路大家都听过 他都 我们邻居都说 母路可以唱得很好 很厉害 但是有一次我很仔细听 听了吓一跳 为什么 他说 他的歌词内容 就是说 都不要管理什么人 都把他动作 面膜 背人家跳舞 让人家搖来搖去 都不要管理 把他动作 把他当作做梦一样 这就是舞女的人生 很可惜的就是说 他的三岁小孩子 才三岁喔 这么小而已 他 我问他说 你会不会唱 他说会啊 你会唱什么歌 他说 我会唱 失戀的人 我说 三岁耶 第二次我说 你怎么会唱什么 你会唱什么歌 第二次还回答说 爱人家对人走 我说 三岁 你的爱人家对人走 他说 你还会唱什么 第三杯酒 我说 你还一直问 一直问 从头到尾 全部的歌声都是 跟 失戀 跟性戀 不然就 什么 爱人家对人走 不然就整齐 刷刷去 不然就減到人 当然我不能说他的不好 不过 从这里 我才发现 第一首 我们在这里受训的人 我很乐意把这些歌曲分享出来 因为 第一首是美丽岛 这首歌是 我大概二十五年前 去到他们部落 他们说 这首歌已经唱了三十几年 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唱 我说为什么 结果我们来看一下美丽岛的歌词 这个歌词你看起来会觉得说 你看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我们从头到尾把它看完之后 你们觉得这首歌有没有很暴力 会觉得说充满暴力的是哪一个地方 可能是那个水牛 他会水牛很暴力 还有看起来好像整个感觉 哪里可以表现出他的暴力 我都看不到他的暴力点 但是他被禁唱 这首诗歌我本来以为说 再也听不到 不过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歌怎么唱 你注意听他那个美丽岛 他背后有一段 跟我们在这里民政府受训的人 很大的关系 然后我才再来向各位分享说 我为什么会很喜欢这首歌 我们来唱美丽岛 我们会的人可以跟他一起唱 我们可以听 台湾特别对原住民来讲 他就是我的土地 我的母亲 当有一天 你们或许有钱 可以有利卡跑到美国去了 maybe可以到中国 maybe Singapore Hong Kong 但是原住民可以跑到哪里 千古以来原住民就在这块土地 所以我一直希望 我们一起为这块土地来歌颂 来祈祷 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 台湾虽然是小小的 但是一年四季的丰盛的果树看到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上帝 生活在这个美丽的beautiful island Fumusa 台湾 东华小姐 她实在是非常的优秀 她的音质是多么优美 等一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你知道吗 东华小姐 七年前 中华汽车 集办了全国性的原住民的音乐大赛 当时一千五百多个原住民男女青年参赛 不知道巴奈那时候有没有参加 我不知道 因为她的音乐特别好听 你知道吗 我们比赛了半年 终于我们的东华小姐得了冠军 这样子的 当时呢 中华汽车 很多的唱片公司 当时自当东华小姐得到冠军的时候呢 唱片公司亲自的 纷纷的来到布农 不要把的东华小姐带到台北 成为优秀的歌手 但是 当时我们的东华小姐想着 想着 当年的部落 为什么优秀的原住民都要离开部落而去呢 所以她拒绝了这样的一个谣言 宁愿留在这块土地上 陪伴的族群 重建的家园 守护着那美丽的森林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台湾西兰的母亲》 我们摇满的美丽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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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满的美丽岛 我们摇满的美丽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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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央央遇南芳 G5-5546 还有一台L8-1440 L8-1440的车主 因为可能要移动一下 麻烦一下 我们把它刷一下 以上 不知道这不知道什么人的车 要稍微移动一下 好谢谢 好 好 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美丽岛这首歌 有一个很震惊的事情 就是当我那时候听到他们说 这首歌不能唱 说这首歌不能唱 我听得很讶异说 为什么他说这首歌被列为很暴力的歌 我说怎么会暴力呢 他只是说有水牛 香蕉 还有稻米 玉兰花 这整阶楼都看过的东西 是怎么会叫做暴力 但是 当他这样子讲之后 这首歌真正就被埋起来 这就是我二十年前所录的音 我二十年前去录到的 将近二十多年以前 然后来到民政府 我们这个TCG民政府 教大家要唱歌分享的时候 这首歌的作者就是我们何瑞元何先生的乐母的创作歌曲 她妈妈就是何瑞元的乐母 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我吓一跳说 已经二十几年都没有人知道 然后她说这首歌就是她妈妈所写下来的 我才好像说我们台湾这么好的歌曲一定不会被埋没 因为这位陈秀喜女士 可能我猜想我也不认识 但是我觉得她对台湾的这个土地 有相当相当很深爱这块土地 因为她能够用很简单说出 我们台湾有勇敢的人民 而且她也在强调说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台湾人 千万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出生 因为这里有很多很多勇敢的人民 叫我们一定要记住 所以我听到这首歌很感动的就是说 应该你有去到街头去看到很多事情 很多人在卖那个玉兰花 要买玉兰花吗 要买吗 然后你有没有去想过 她卖玉兰花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而且很危险 那个车子一撞就撞到了 但是为什么她一定要有这样的去 为了生活 但是在台湾也有另外一种人 在台湾吃喝住 但是她对台湾一点感情都没有 常常就是讲到 中国那边多好 中国那边怎么样 我觉得从世界各国看来看去 我还是觉得台湾我们自己的土地最好 因为她有一份你抹灭不掉的情感 因为我们熟悉这里的土地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很喜欢介绍原住民的歌曲 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台湾的歌不是买听 不是真买唱也不是真无名 是因为我们不敢把它唱出来 所以第二首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这首歌我从很久很久以前 也是二十几年不是很久 当他们小朋友在唱的时候 我第一次到罗那的部落 看到他们那个校长为了要唱歌 把他们召集 然后把他们照顾 他们小朋友很辛苦 东普国小 他们的小朋友每次要来唱歌的时候 他们校长说怎么没有来呢 他说校长我妈妈今天没有回来 校长我肚子饿 校长我爸爸又喝酒了 然后这些问题一段一段的出来 这位校长叫做马彼得校长 我跟他认识 我不是认识他 我是看到他赶快召集那些小朋友来唱歌 而且当时他们曾经说要去比赛 要去比赛第一次比的时候输给了台北市立儿童核唱团 他们的小朋友好像很扫兴的这样回来 但是我们来听看看他们在练这首歌我想 这首歌是用四步合声 从来小朋友这首歌叫做 美丽的妈妈台湾 你可以看到他们唱的那种唱歌的感情 一定会让你感动 台湾有这么好的歌 是来自于玉山的声音 请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四步合声的 美丽妈妈台湾 我是东浦国小合唱团的团员 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 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 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 看我顺便买礼物给我 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 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 我也想要电脑 我更想要永远待在灯谱 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 我更想要歌唱好 我能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能够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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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首歌我都很喜欢在很深夜的时候 然后去把它聆听的时候 这是大概将近20年的歌曲 我那時候去看到東浦國小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那邊 我都很喜歡開車到處逛 到處逛 逛來逛去都不知道逛到哪裡 反正就是山區裡面 有一天就一直尋著那個歌聲 想說這個歌聲到底從哪裡出來的 就進去 然後就看到他們在練習 他們在練習就唱到這首歌 那時候他們正準備要去比賽 第一次比賽是在跟台北市立兒童合唱團比賽 結果沒有得獎 他們就說 可惜可惜 我們練習這麼久竟然沒有得獎 不過我想這個馬校長 他是馬貴馬彼得校長 馬上跟他講說 不要灰心 我們還有很多機會 結果他們第二次去比賽的時候說 我們不要在台灣比 我們到那個福利賓 結果他們把整團小朋友說 我們唱好一點 我們可以到國外比賽 那時候又全體的小朋友 又一股的興致又來了 然後他們去比的時候 我當然不能去 他們去而已 結果他們以為是當地的原住民 以為他們是菲律賓人 所以他們在唱的時候 很多國家都已經唱 看到那個評審好像看得都已經很累了 不過他們歌聲一出來 所有的評審全部醒來 我是聽他們描述 全部的評審突然之間就醒來 然後聽他們唱完 唱完的時候 他們就全部舉牌的分數 全部都是滿分 就是十分 沒有一個評審給那個九分 全部評審都是給滿分 他們通常就跳起來說 我想不到我們唱歌也可以這麼出名 但是回來的時候 剛好遇到2000年 陳水扁先生就職典禮總統的時候 他們也被邀請去唱 剛好那個時候 國際的很多國家元首 聽完之後 回去他們自己的國家都說 台灣有一個非常唱歌 非常棒的一個聲音 沒有聽到可惜 聽了之後 那個時候柯林頓總統聽得非常 感覺說 有那麼好聽嗎 但是他又不能來到台灣聽 結果他就通知說 沒關係 我美國白宮邀請這群小朋友到 白宮唱給我聽 他們就真的就被邀請到那邊唱 我那時候很羨慕他們說 那我能不能跟你們的合唱團一起去 他們小朋友跟我說 我說不行啊你太大了 阿弟還有一個更好玩說 你不是煥啊 他還跟我這樣講說 你不是煥啊 這樣子喔 當然就不能去 他們的經費就 美國那邊就邀請他們過去 他們就是唱這首 剛才這首叫做梅利島媽媽 他是指著台灣這塊土地 當唱完的時候 那個柯林頓夫人希拉蕊 就對著這群小朋友說 請問一下哇你們這個歌聲這麼好 請問你們一年是播多少經費在訓練 剛才有一個小朋友跟他說沒有 他說真的沒有 他說對我們沒有 你們怎麼這麼會唱 他說我們都是自己練習 校長教我們 然後就問那個馬校長說 你是讀什麼音樂系畢業的 他說沒有 我樂譜看不懂 喔這樣子喔 你們怎麼有辦法練這樣 他說就是跟大自然學習 然後那時候柯林頓夫人 有要求他們一件事情 就說你們能不能留在美國 我幫你們訓練 結果其中有一個小朋友 胖胖的那一位 就跟他說為什麼我們部落的 比較優秀的人才都來到美國 我不要住在美國 我要回去我的東埔 我的家鄉東埔 那個 這位小朋友很勇敢 跟他講說我就是台灣人 我住在台灣的東埔 我要回去 柯林頓夫人馬上站起來跟他說 對不起 他說我不應該把你們留在美國 因為那是你們國家的資產 不過經過幾年以後 我聽到有一個小朋友告訴我說 誰已經販毒被抓進去關 我說那其他的小朋友呢 他們已經不是小朋友 他們都是大人了 現在已經看到我都不認識 我們各位想看看說 當你想到這些時候 台灣難道沒有好聽的歌曲嗎 有 只是你敢不敢去唱 你敢不敢告訴別人去唱 敢不敢唱給別人聽 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在介紹這個歌曲 不是說要你去唱多好聽的歌 而是 他唱出台灣 跟我們之間的情感 台灣跟我們的感情 你敢不敢去思考過 為什麼我們每次在唱都唱那種 反共反共反共 反共 大家都去 剛大聲都好 問題現在 你去唱的時候 怎麼會說你笑的 但是我們老師說 那時候唱這個很勇敢 我小時候唱這個反共的歌 我唱多少次 每次都唱到冠軍 不過現在唱會去弄媚 因為我們沒有反共 沒有反共我們要唱什麼 我也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很多歌 在以前 從以前到現在 好像我們沒有很清楚去認識說 有關於台灣跟我們之間 情感的歌曲 跟這段土地 可以很疼惜 都沒有 所以有很多人 有許多的人 或許他長大之後 他可以去美國 他可以到美國去 或許可以到其他的國家去 但是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的人 還是在台灣 所以你不要嫌棄台灣 我覺得說 在我們住在這裡的台灣人 千萬你不要陷我們的台灣 真壞 因為其他的國家 並不會比我們好 地理環境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很好 有優美的歌聲 有高山、玉山 有這麼好的山水 有這麼好的農產品 但是我們都已經 慢慢的發現到說 等我這次進入到那個部落裡面 有時候看了會覺得很傷心 就是什麼 全部 整個街道 都貼什麼廣告 都搭很多工具 開車開到一半 就一個很大的看板 寫說 你要娶越南新娘嗎 不然你的農地要賣嗎 這種廣告已經 不然就是你要借錢嗎 好像這種廣告 已經充斥在整個台灣的街道 第20年前 台灣已經欠開的時候 就都沒有這種標語出來 為什麼 我們今天台灣這樣 富足了 我們貼出這種廣告 所以 這些小朋友 給我欣賞到說 並不是我們貧窮 而是我們心裡面 口渴 我們的心裡面嘴巴 因為 當你看到你不能滿足的時候 你就開始去羨慕別人 這時候你心裡就口渴 所以在這上課 在這個歌唱分享當中 我很喜歡 跟大家分享說 你回去可以想看看 多想想一下 當你唱到 越來越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的感想什麼 我每次聽我的隔壁 我都不會唱 我都不會唱 但是 一天兩天 我聽他唱兩年了 兩年了 每天還在唱 每天他想要唱 唱到落尾 你如果聽到那個歌詞 我不知道你會嚇到 他說 無路就是 打扮 妖嬌的模様 讓客人搖來搖去 他應該是說 別人搖來搖去 但是 我看他在唱 聽到 讓客人搖來搖去 然後 到最後 變成 變成什麼 變成說 啊 不管他什麼人 都把他搖來跳舞 都把他董做民望 就好了 雖然很快樂 很鬆快 但是 在你的心裡面 我想應該是很貧窮 所以 在我們這些歌曲 在我們這些歌曲裡面 還有一首 叫做 《望香之路》 等一下我們要欣賞這首歌 它沒有畫面 因為 這首作曲的主人 叫做 全永茂 你如果去東埔的地方 你也發現有一家茶葉的店 茶米店 他在那開一間茶葉 種高山茶的 他在那邊 已經經營了好多年 他叫做全永茂 我去問他的時候 你能不能親自唱看看 我說你唱的歌是什麼 他說我這首歌叫做 《望香之路》 就是要回家的路 我說你自己怎麼不敢唱 他說 因為我每次都唱不完 我說為什麼 我說唱到一半 他眼淚就會紅了 唱不下去 我說你唱這種 你們的母語 我們都聽不懂 他說 他把那個歌詞 寫給我看的時候 他說 在我們離開家很遠的時候 媽媽都一直在告訴我們 你要回家 這個過程就是說 當你孩子離家很遠的時候 不要忘記 媽媽 父母都希望你能夠回家 不管你多麼的狼狽 在外面流浪 媽媽父母 就是父母都希望你能夠回來 來到這邊 我們有神的祝福 你不用擔心 我們月亮的照耀從來沒有停止 他歌詞內容就是說 月亮從來沒有離開 還有星塵沒有一天不發光 所以你只要照著那個星星的光芒 你就可以回到你的家 是你心靈安息的地方 心裡的方向 我聽到他講這首歌 他都不敢唱 然後 結果他用什麼方法唱 他是彈琴 然後 他只唱前面兩段 總共是四個人 就是兄弟姐妹 兩個哥哥 兩個妹妹 不是 是他跟他太太 兩位 他在唱的時候 他只唱前面一段 就是他父母 他爸爸媽媽在叫他說 趕快回家 趕快回家 其他那一段 就是由他的太太 跟他的姐姐一起唱的 所以我們來聽看看 到最後有一個 連狗都出來和音 所以那個狗是自己跑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 不過蠻好聽的 我們請欣賞 旺鄉之路 到最後一段 段落下 稍速 又是 一段落下 二段落下 二段落下 四個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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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